前老板的烟酒礼品店 开在余妖恒大 玉兰亭小区的93号商铺 他说当初买商铺时 隔壁市开发商的售楼处 有一个很大的公共门厅 现在这个门厅 已经被挖出了一个大坑 一台装载机 正不断清运混凝土碎片 这施工这个 这个97号商铺 他就是在干什么呢 他要把就是里面的一个 原来97号商铺的外面 就是原来的售楼部的一个门厅 他要把这个给 就是清真去供他们 钱老板出示了商铺的平面图 记得把几间商铺 对应的门牌做了标记 如图所示 钱老板的93号商铺 和门厅右侧的99号商铺 是沿街的门面房 95号和97号两间商铺 跟路边的人行道之间 隔了一个门厅 在如今已是一个大坑的门厅里 钱老板找到了 97号商铺原本的大门位置 前老板拿出了小区物业 写在4月17号张贴的 违反违规行为劝阻通知书 上面要求97号商铺业主 停止私自改造工摊区域 恢复物业原状 给业主说 他就说了嘛 那你们觉得我认违法的话 你该上报就上报吧 那我们劝了他 我们视频我都给了钱老师发过 那我们刚一施工的时候 一上午就去了三次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说这个有违规的一种行为 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样 性质上是出于一个 工摊的一个性质 但是如果你装修改造的话 肯定是违规了 另外一个装修备案 就是因为涉及到这块原因 我们给他备案通过 物业方面表示 他们多次劝阻 可97号商铺的施工人员 就好像在跟他们打游击战 连物业的固定电话 都已经打不通 97号商铺业主的手机了 物业经理通过私人号码 辗转帮记者联系上了对方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门厅的阻隔 97号商铺已经闲置了三年 没有租出去 95号商铺更是一直没有卖掉 产权依旧在开发商手里 最近95号商铺 被开发商化归为物业用房 朝小区内侧另行开门了 是他们95和97 共有的一个门厅 就是说当时 产权不是他们的 不在分担专有产线里面 但是是属于 当时是从规划 拉出来的一个数据 包括我们去住建 物馆中心报备的资料里边 是里边是专为9597 设有的一个专有的 那如果说 那95说我不用 那我允许跟你用 我们俩签了协议 像这种共有的 不涉及到其他业主的一个利益 它能不能进行一些 就是说不改变使用性质的一些 装修改造 那我建议这个 还是有专业的 执法单位啊 或者一定的法律机构 来去处施一个 证明和说法 钱老板表示 他向余妖蓝江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举报过 相关部门明确表示 已经要求97号上部业主 暂停施工 那是不行的呀 肯定不允许的呀 我们抓阻止它挺功的呀 没有啊 一直这样 我们刚在的时候还在施工 我再问一下 我们那边骗区管的 我们上次跟他说过的 你们那个执法 那个单子不开下去 它肯定因为要动的呀 对不对 就是挖得这么深 然后我们旁边 肯定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没有认定 他是不是只要给他 一个什么整改通知 整改通知还没认 我上次不是跟他说嘛 那块区域了 还没认定完 陈队长介绍 他们接到投诉举报后 第一时间向资源规划部门 调取了图纸 但是查到的信息比较奇怪 还需要等住建部门进行认定 这块写的是门厅 然后搞笑就搞笑在这里 这里也写了门厅 你知道吧 这是撞楼里 这个地方也写了门厅 就当时 这个门厅有产权证的 有产权证的 可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产权证 我们目前也不知道的 反正是住建和资规 这两个部门 立法是公共空间 然后再给我们说 它是违法行为 让我们查处 这不是很对的吗 是吧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要停止施工 现在停工 我们已经让他停工了 就当天他举报完 我们就让他停工 那他如果现在不停工 还在继续施工 后面又装修好了 他们就担心 风冷面经营了 不是 我们当时候 已经说清楚了 如果他不停工 后面造成自己的损失 自己承担 就是说就算他装修好了 到时候认定是公共区域的话 要恢复原状的话 自己承担损失 1818黄剑记者宁波瑜要报道 并非证据